Hello,大家好,我是穆姆,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英文 Hello,大家好,我是Ellen Hello,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Ellen问你个问题啊 你喜欢买买买吗 当然喜欢买买买了 你以为只有女生喜欢买吗 男生也一样喜欢买买买 只是我们可能喜欢的东西消费的这个种类不太一样而已 买买买确实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 只是呢,如果你买的时候被宰了 那就不开心了 Ellen你有被宰过吗 你以为我是那种运气特别好的人吗 我经常被宰好不好 我也经常被宰 我就大学去西藏旅游的时候啊 就被拖去一个旅游景点 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讲 就是说我适合买这个藏红花 肯定被宰了 被宰的很厉害 就老中医嘛 他说我肠胃不好 还不一定是个老中医 他是个老藏医 对对对 可能只是穿了一件衣服的 黄大褂 然后跟我说 你气血不足 肠胃不好 说你要喝上等的藏红花 然后我就问他多少钱 他说360一克 这个360可能还不算贵了 他说这是最上等的 然后我一想要比金子还贵 你当时是不是穿得很富贵 很奢华 然后我就我就想买 我就想还价 我就说 Can you give me a little deal on this 能不能卖的便宜一点 然后呢藏仪不说藏仪不说中文 说英文是吧 然后呢 然后他就是说不能 不能卖便宜 毕竟我只是个穷学生 你肯定穿得很富贵 是吧 穿金带银了没有 没有就带了一对金耳环 金耳钉 金耳钉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就很小一个的那个 很小是吧 就是一百多克 其实在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很直白的讲 Can you give me this for cheaper 能便宜一点给我吗 不过大家在还价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样的问题 一般只在这个market 在哪里 市场 市场里面问 像一些地方 像shopping mall 这个购物中心 或者说supermarket 超市 department store 这个百货商场 这一些地方 你都不能去还价 通常来说不能去还价 因为他们都是 明码标价的 如果你去还价 就是不是特别合适 当然如果你真的很牛逼 你有可能 真也能还得下来 是吧 制度这个是死的 但是人是活的 是吧 比如说你说 那个给我便宜点好不好 我一会儿给你上一节 超级口语教练的课程 送你送你送你 木木老师 民主池 是不是 因为除了一些大型的商品 你可能会有一个好的deal 一般的东西 在这些shopping mall里面 通常都是不打折的 话说回来 最后我还是给买了 买了还是没有喝 没喝就好了 这样子喝了 然后发现 怎么嘴唇都是红的 一看 几片运营业 都是几片运营业 今天我和艾伦 谈了谈 在讨价还价当中 我们可以用到的一些英文表达 其实我都还好了 像我妈妈买东西 就时常被宰 被宰了之后 她还故作镇定 安慰自己 而说还好了 都一样 那看样子 你妈真的是性格蛮好的一个人 是的 要是是你 就是感觉艾伦 是属于那种 不会还价的人吧 我真的不太会还价 应该说 如果觉得这个东西 明显有还价的空间 我可能会问 你就少点吧 但是我不会讨价还 就说五块 三块 五块 三块 我不会这样子 对 艾伦一般五百块钱的东西 还价直接还两块 对对 两块 然后别人跟我说 这样子别说了 五块钱拿走 好不好 我说行 是 要是我去那种 没有明码标价的地方 去买东西 我就会装作自己 是一个老手 木木老师就是一个戏子 能装 Hey don't try to read me off I know what this is worth 我就会说 嘿兄弟 你不要宰我 我是一个实货的人呢 结果呢 最后宰得更狠 是吧 就看你这种人装 我以前就是在 别黑我 拉萨 一个卖那个十六十的一个店 然后那个老板说 这种装实货 不实货的大头 大头鬼啊 我们就是要专门宰 对 卖别人五百 卖你五块 是啊 就买东西最担心被宰 所以你不管是被宰还是不被宰 我们要造出那种绅士 来来来来 击鼓 绅士 不要把录音间给砸了 我们要用这一句话来震住这个卖家 所以刚刚 木木老师讲到这个表达 rip somebody off 就是指 某个商家 某个商法 企图宰他的顾客 然后你就是那个 someone somebody 就是被宰的那样一个人 对 当你最后发现真相的时候 发现自己买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 价格呢 却是别人十倍 你会怎么样 你心里会怎么样 首先 知道真相的我 只能眼泪掉下来啊 然后你会怎么去做 我就会说 I was ripped off 认栽啊 我被宰了 I was ripped off 这句话什么意思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是一个被动 对不对 对 我被宰了 被宰了 不是你宰别人 对 被宰 我们还可以表示 我们还可以说 I was cleaned out 在这里 clean out也是被宰的意思 你想想 你都被 clean 洗 out 空了 就是被 宰空了 洗劫一空 对不对 不clean out才怪呢 对吧 所以被宰的事情 我们先放一放 总是被宰的人 想停止这个话题 我天天被宰 我们还可以继续聊下去 好 我们刚才没有说的尽兴 接着来说一下 这个被宰的事情 Alan真是一个好搭档啊 哪壶不开提哪壶 其实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在跟这个商家 讨价还价的时候 除了制造出一种 绅士之外 我们还可以怎么讲呢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经验啊 就是 有没有看过一个洞图 不知道 就是我跟商家 讨价还价 我说哎 三块 他说五块 我说三块 他说五块 就是大家没法谈成了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拿一零的 然后在他头前面晃 醒醒吧 二狗子 然后一锤把他敲晕 把东西直接拿走 对吧 是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经常讲的就是 哎呦 我都是这里的常客了 我每天都来买东西 你怎么就不能给我少点呢 I am a regular customer I come here I come here almost every day 这个木木老师就是这样子啊 说谎话 从来不眨眼 还说自己是这个 regular customer 常客 还天天去 根本就不是嘛 明明别人看着你脸就很生 对 你脸很生 这个 Alan就是经常是在附近一家饭店 我当然是 我当然是 没问题 他就是黄门牛 就是一个饭店啊 他家的regular customer 因为他那个肉片切得很薄 又不是那个肥牛 对肉还多 对对肉还多 还不是肥牛片 然后那个辣度也特别适中 但是现在呢 我是另外一家店的这个regular customer 我现在迷上了吃便筋炸鸡 哎呦 恨不得中午吃一顿 晚上吃一顿 好我要收广告费了啊 炸鸡 还有一种情况啊 比如说我们要求打折 比如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啊 我们要买一堆的时候 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可不可以买多点打折呢 哎对大量的购买 你就可以要求有一定的折扣 比如说木木老师是个酒鬼 就特别喜欢喝酒 就每天呢 都要喝个五六瓶啤酒什么的 哎然后这样子 他可能就会一下子买个十箱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跟老板 谈一个价钱打个折什么的 好我觉得在节目里面已经被 黑了无数次了 没有黑了 我就是告诉大家一些 你们不知道的引擎 让大家看到一个更加饱满的 木木老师 好我们回到这个英语上面来 不回不回 先不回啊 然后木木老师最近得了一个称号 叫做什么 女神汉子 就说他性格非常的饱满 你看比如说木木老师就没有朋友吧 好 好讲到这个大量的购买啊 大量的购买我们怎么讲 就是bulk purchase 大量的购买 也就是buy something in bulk 所以呢我们在和老板讨价还价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去讲 is there any discount on bulk purchase 我多买一些这个东西能不能打折呢 木木老师说 我买十项啤酒便宜一点点好不好 还来 这个discount它是折客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在 能在这个商场里看到这个on sale on sale 就是很多品牌在打折 一看到这个木木老师就冲进去了 on sale 又是我 写在哈尔滨啤酒的上面了 今天呢 Alan和木木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讨价还价的一系列 我们现在一起来复习一下 看你们都有记住了吗 Number one 这个能不能卖的便宜点啊 Can you give me a little deal on this Number two 兄弟啊你不要宰我 我可是一个识货的人呢 Hey don't try to rip me off I know what this is worth Number three 哎呀我被宰了 I was ripped off 还可以说 I was cleaned out Number four 我是一个常客了 I am a regular customer Number five 我多买一些 可以给我打点折吗 Is there any discount on bulk purchases?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啦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木木 我是Alan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guys around by bwd6 by bwd6 by bwd6